睽違两年,华联市公所今年再度和远东百货花莲店举办了元宵节的活动 2月4号、2月5号两天,在圆百前广场有特色市集 舞台上有精彩的表演节目,还有彩绘灯笼展示 市长魏佳燕,欢迎民众前来参加一起欢乐庆元宵 受疫情影响中断了一年,华联市公所和远百花莲店今年再度共同举办元宵节活动 2月4号到2月5号,在远东百货前广场任劳登场 已经睽違两年了,那真的很感谢远东百货 那我们花莲市公所这边也持续的来恢复办理一些各项的活动 因为疫情的解封,那我们也希望人潮能够多出来走一走 那在这边,我们花莲市公所今天有办一个五行元宵 那就是用客家的天川日,然后来搭配我们的元宵节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刚刚也有说到,刚刚有相声 也有说到这些历史悠久的故事 那也希望说让孩子们能够了解这些节日的由来 那在这边,我们围棋两天有办,有市集跟一些表演 跟一些闯关的活动,那也希望虽然是补班日 但是也希望我们所有民众都能够出来走一走 那都能够出来多多消费在元宵节的这个当天 那也祝福大家元宵愉快 元宵前广场有特色市集,闯关游戏吃元宵,猜灯迷 舞台上则是有精彩的表演节目轮番上阵 还有彩绘灯笼比赛优胜作品颁奖以及展示 今年元宵节华莲市公所和远东百货 欢迎大家前来逛市集,玩游戏,看表演,欢喜庆元宵 倔鲁慧幻市报道